一共搞了四个鱼杆啊 兄弟们 我就不信 这个换魔者我拉不出来 但是我们靠近一点 他就会召唤脑鬼 往后退一点啊 兄弟们 拉 没有拉到 再来一次 拉 哎 拉到了 出来 哎呦 烦呀 兄弟们 拉不出来啊 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兄弟们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必须要把他拉出来啊 只差一个换魔者 换魔者搞定之后 我们的袭击小队 已经收集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收集下届的生物了 哎呦 脑鬼来了 这个脑鬼也是特别的烦啊 哎呦 兄弟们 他这伤害 哇 脑鬼的伤害这么高吗 我的天 我就不信了 我就拉不出来你吗 来 拉一下啊 找好角度 拉不出来啊 兄弟们 这怎么办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靠近一点啊 你别去那边啊 来来来 我们来这边拉一下啊 他想出来啊 但是还没有出来 哎呀 烦呀 兄弟们 来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不管了 兄弟们 冲了 我们拿铲子把这边的沙子铲一下 把他铲出来 快快快快快快 顶住脑鬼的攻击 哎呦 我的天 看一下啊 哎 出来了 好的 兄弟们 那出来之后就简单了 我们先用船把他困住 走走走 在他的身边放一个船 把他困住啊 来 哎 哎呀哎呀哎呦 有了 谢谢你 别跑别跑啊你 来来来来 放下船 好的困住了 还有一个脑鬼也在船上面 我喀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把脑鬼清理一下 然后就可以运输幻魔者了 还有最后一只 哦可以兄弟们 所有的脑鬼全部都已经解决 现在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 给这个幻魔者单独开一个小房间 我们走 好的一个小房间已经搞定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如何将幻魔者运到这个房间 这幻魔者虽然说对我们是有仇恨的 但是他不会主动接近我们 他是会在很远的地方向我们发起进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勾引过来 只能通过别的方法 啊兄弟们怎么办怎么搞 我们先来做一个命名牌 给他命一下名防止他消失 来吧先给他命个名 然后想办法把他运回去 啊又有脑鬼了 这个幻魔者是太难收集了呀 用鱼竿的话能不能把他拉走呢 好像鱼竿是拉不动船的 我们试一下啊 哎没有拉到再来一下 哎哎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来 哦果然啊兄弟们 船是拉不动的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扛住幻魔者的攻击 直接把船开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应该是会量很多次的 来吧不要怂 我们来试一下啊兄弟们 上船 哎脑鬼上去了 这快跑 哎呦有点烦呀兄弟们 既然这个脑鬼已经上船了的话 那我们就把他们一起收集了吧 给脑鬼也单独看一个房间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开船了 再想一下其他的办法啊 还有什么办法呢 哎呦好难呀兄弟们 这样吧我们铺铁轨 我们在这边多带一些铁轨 然后呢一直铺到幻魔者船的下边 然后呢用矿车把它运输过来 我觉得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来来来我们试一下 在中间的话也需要铺一些动力铁轨啊 要不然这个铁轨太长的话 矿车很可能过不去 铺到这边就需要考验手速了 兄弟们快快快快快 快点铺快点 哎呦这这这这 完了完了完了快点快点快点 快连一下 哎可以啊这样连起来也可以 快走 OK搞了很长时间兄弟们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放下逛车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带走 哎上去了 那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走 跟着它啊 应该是可以运到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的 哎怎么着火的呀这边 哎脑 脑鬼把我的村民干了 完了完了兄弟们 又一个村民没了 这怎么办 我的村民繁殖机啊 又没了一个村民 可恶的脑鬼 不过好在啊 我们现在收集到了一个患魔者 损失的一个村民也还可以接受啊 来吧我们把矿车还有船给它敲掉吧 里边好像还有个脑鬼 哎别出来 哎脑鬼出来了兄弟们 这没事 他出来就出来吧 啊好的 一个患魔者已经搞定啊 哎这个脑鬼 别跑 把他干掉啊 要不然他 哎 哎 哇这个脑鬼会穿越实体方块的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哎他要去哪 他不会又要去宰我的村民吗 快走兄弟们 拦住他 我的村民只有一个了 小心啊 挡下他 看他从那边出来 别兄弟 等会儿 哎 从这边出来了 赶紧把他干掉 我的村民危在旦夕 哎 好解决 那现在我们村民繁殖机的繁殖村民只剩下了一个 那一个村民肯定是不能生孩子的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给他找一位伴侣 我们需要一些绿宝石 把这个伴侣给他勾引过来 啊 女孩子嘛 多多少少都会喜欢绿宝石这个东西 好的 搞了一些绿宝石啊 把眼镜块拆掉 他就会出来 然后用绿宝石勾引他 哎 你看你看来来来 哎 别跑 绿宝石 你最爱的绿宝石 哎 来了来了 和我走 你看 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 把他勾引到我们的村民繁殖机里边就可以了 来了来 快进来 里边有你的伴侣 快来 快来 来 再来 再来 哎 好的兄弟们 进来了 现在的话 两个村民已经就位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收集的敌对生物啊 苦力怕 小白 蜘蛛 小姜 还有墨蚁人 女巫 还有一个掠夺者小队啊 现在的话 主世界里边大部分的敌对生物我们都已经收集完毕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收集地狱里边的生物了 那地狱里边的生物呢 哎 哎 我的洋图还有流浪商人呢 消失了吗 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固定消失呀 我已经给他们命名了 但是还是消失了 不管了 我们到下届生物 还有墨地里边的生物 我决定在这边挖一个向下的通道 所有下届的生物 我们都放在生物展览馆里边的副一层啊 做一个分类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的 兄弟们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向下的通道 之后呢 我们再开几个小房间 收集一些下届的生物就可以了 好的 一共开了三个房间啊 暂时的话应该是够用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收集下届生物了 烟花火箭好像不太多了啊 兄弟们 只剩下了一组 那肯定是不够的 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烟花火箭啊 因为去下届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家里边的火药只剩下了八个 那肯定不够啊 甘蔗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啊 看一下 这边有八组 这边也有八组 那现在的话我们只差一些火药啊 我们去苦力帕农场挂会儿鸡 拿些火药 走了 起飞 好在这个苦力帕农场离我们家并不是很远啊 马上就能看到 这样的话还是特别方便的 我们直接飞到顶层开始挂鸡 好的 在这边降落开始挂鸡 只要我们在上面挂鸡 下面的苦力帕就会源源不断的刷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坐向集成 等待火药 那下面挂鸡的过程给大家跳过一下 挂鸡十多分钟 看一下有多少啊 这边的箱子 一组零八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这苦力帕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边呢 哦 也是一组零八个 一模一样 兄弟们 那现在接近三组的火药 那么就可以回家做一些烟花火箭 然后去下届了 多带一些船 然后做一些金装备 咱们就可以去下届收集生物了 那好了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